叶芊宇 叶芊宇 对总经理视而不见 违反了森渭我的员工手责 沈总 您好 您好 沈总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没事 我就是巡视客房 那我先去忙了 我先去忙了 这帮刀 你不 lazım 你不需要 你不会 你不用亲自动手的 我会让其他的保洁人员来帮忙 作为总经理 偶尔释放一些善意 会给形象加分的 总经理啊 我来就好 我来就好 范总监 戴卫 单总呢 单总 一大早就去三伟友酒店 视察工作了 那你怎么没去啊 总经理说要自己去 说要和员工加强沟通 什么 你一定记得啊 早点买这个 云姨 总经理啊 你今天很闲吗 还是对我的工作不放心 需要亲自监督 我 来巡视客房 好 询视客房也是酒店管理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客房的体验感 直接决定了酒店的入住率 今年Sunwell酒店的入住率 比去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 除了竞争对手的 恶意竞争之外 我在想更多的问题 出现在哪里 虽然我不懂什么 真正的酒店管理 但是童豪跟我说过 酒店成功的秘诀 在于细节 C-Wall酒店装修得 富丽堂皇 但是我觉得 有些工作人员的笑容 还没有凤桥姐灿烂 空气中的味道很香 但却没有 官美客栈的花香好闻 房间里的毛巾 很柔很软 但是肃静的 却没有家的温暖 说得很好 真的吗 看来这个童豪 教得很好啊 童豪老师真的很优秀 山总 你今天来 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想再给你一次后悔的机会 什么 我觉得你昨天应该很后悔 没有接受我的表白吧 而且作为一个女生 又不好意思说出口 所以我今天就站到你面前 再给你一次机会 二层宝洁 二层宝洁 收到 收到 二层楼梯处有客人撒的饮料 抓紧时间处理一下 好的 收到 山总 我允许你在这里再自恋一分钟 拜拜 拜拜 叶芊宇 我说过的话 我绝不会收回 我做出的决定 我也绝不会放弃 谢谢 您的房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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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您的房子 咱们也不许多喝咖啡啊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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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总监 看见单总了吗 单总他刚刚还在这里 他跟我们一个保洁部的同事一起下去了 我 优优独播剧场上 张伟 来 总统练练 怎么了 有人从二层楼梯摔下来了 摔下来了 走 好 去坐会儿吧 怎么了 受伤了 我没事 俊昊 芸衣怎么样了 还在抢救当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芸衣怎么会从酒店的楼梯上摔下来呢 对不起 是我拖地 地面失滑 导致范总监摔倒 对不起 我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妈 这只是一个意外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听她说话 妈 您冷静一点 叶千语 俊昊和芸衣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警告你 远离他们